这几天民众可能会感觉到天气变凉了 19号这一天也有短暂震雨的情形 而目前受到了台湾北部海面封面的影响 以及西南风所带来的侵袭 台东在未来几天会出现局部短暂震雨的几率也变高了 请民众在外出的时候别忘了膝带雨具 19号的天空 灰蒙蒙的一片 就连阳光想探个头都难 才过一会儿就突然下起大雨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近来受到位于台湾北部海面的封面 还有西南风带来的水气所影响 台东在这周都有局部短暂震雨的情况 尤其是前往山区的民众 要格外注意气象状况 直到周三起 封面逐渐往北移动 以及西南风减弱 在这周上班上课等外出的民众要多加注意 出门前务必攜带雨具 以备不时之虚 记者韩杰伦台东市报道